如何看Elon Musk入股Twitter的交易 他说现在还能追不追得过 其实我会觉得Twitter现在这个价格 如果追的话可能是很大机会 是Buy in Rumor 然后Sell in Bag 其实你见到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见到股票也不是太升了 他也是说我扯高完之后 然后跟着就当是坦白说没有了道 然后又回一浸下去 然后再托上去 现在老实说五万一个多 相对五万四米这样的价格 其实来说也不是特别高 而且也不需要憧憬 因为Elon Musk入股后就觉得 可能是立刻地高过收口价 然后就是五元五元这样上升 因为畢竟来说其实Twitter从头到尾 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盈利 那这个是跟他的母公司即将会的母公司 就是所谓Tesla其实来说是欠相当相当之远 还有就是说退一半目来说 两家公司我们可以用个诚语来说 就是风卖而不相及的 完全是这个 你除了可能用Twitter来做宣传Tesla的平台之外 完全都想不到它那个 就是初步的作用 或者对Tesla的作用是在哪里呢 那变了就是说其实与其是追Tesla的话 不如你等Tesla看看相对的低位的时候 可能你留意Tesla好过了 同一位朋友Kelvin就说 想顺便问买的 其实第二个就是回应你刚才那个回答 就是说如果想问Tesla 是否逢跌穿一千美元就应该买呢 其实我觉得Tesla 其实现在主要是阻碍它的股价上升 其实是有几方面的 第一就是说其实PE是比较高的 那我会承认的这个 但问题就是说当它第一季度的业绩公布完之后 它也立刻就是说是一个 就是预期的市盈率里面 立刻由200倍是压到到130多倍了 OK 那变了就是说Tesla的股票很可爱 就是说它表面上市盈率很高 但是它只要股价一不升 但是随着业绩一拉升的时候 它那个所谓forward的所谓预期市盈率 是可以让业绩拉低得很重要的 是一个很有趣的股票 那也都是真心的说 虽然PE是高的 但是你总好 它以马莫来说 你总好过一些是纯粹讲PS模型 还有就是说 去到可能XA打个比喻 去到2025年都不知道有没有盈利的 最高都是盈利收责而已 那相对那些就不负责任何企业 那其实来说是好很多 那而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是近来上海的疫情 以至全中国的疫情都是比较难搞少少 短期来说 那其实会令到Tesla来说 全年的汽车销售量 究竟无论产量和销量 可以达到Evon Mars的预期 今年是到150万架的 这样其实市场都会有一些少少的担忧 那变了就是说短期是这个借口 是压制了股票 那最后来说就是说 其实老新常谈都是加息 或者缩表的角度 会令到股票那个所谓风险的日价来说 会降低了 那变了来说 那个股票的升幅来说 短期是受到限制 除了我说这三样的 是所谓的暂时的不好处 而且就是说你听到那些不好处 Tesla完全是直接的关系不是太大 或者是短暂的关系之外 其实这家公司基本上是 近乎是没有缺陷的了 那因为你直接就是说 其实大家要有个常识就是说 当一家汽车厂 它只是卖到去年是90万架 而今年呢 预期是150万架 这个不是一个高企的数字 不但不是一个高企的数字 而且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如果是对比一些很大的汽车厂 就是譬如说是丰田那些 人家卖到1000万架以上 或者是GM、 General Motor那些 那你100多万呢 预期100多万架 其实只不过就是说很有趣 是只不过去到吉利汽车的水平 大家没有听错 拿一家中国汽车厂给 就是用个价数去给 因为吉利上年卖了130多万架 这个 所以就是说 Tesla的恐怖之处 是在于卖的汽车数 是这么少的情况之下 还是盈利是可以这么恐怖呢 再加上将来 其实老实说 Tesla根本不是一家纯汽车公司 有很多其他周边的产品 其实来说将来都会诞生的 特别就是说它最恐怖的 那个是所谓自动驾驶的那一部分 软件那一部分 其实可以超过了所有 陀和起码三年以上 应该在所谓先行优势里面 将来如果是广泛地推售 其实来说是不得了的 这个问题 变成了Tesla来说 我会觉得中长期来说 很值得留意一家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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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